多謝主席,也很感謝主席,澄清了上次財委會的投票狀況 當然大部分市民都同意派一萬元或者要快,因為政府要再想想 我主要想問一下,預算案提及到僱員再培訓局將會優化這個特別愛增值計劃 為受經濟畢竟影響的僱員提供培訓和津貼 僱員培訓局也會修改這個法例,要通過這個法例,才可以將學員由4000元的津貼額提升到5800元 大家知道通過法例要提升這個津貼額就要時間 我相信現在社會上打工仔面對的因為失業,放無薪假期,停身留職這個情況 加上受疫情的打擊,現時有不少打工仔不能出外,要留在家裡,變成首庭口庭 更加不可以說去參加這個特別愛增值計劃 我主要想問,剛才也有同時問的 這個中小融資擔保計劃,政府作8%的擔保為低息貸款 為什麼政府不考慮為打工仔設立那個失業貸款基金 因為事實上剛才說,你要讀那些課程那些都要有時間搞 現在他們真的面對困難怎樣解決,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財政司長在第31段支援勞工張智提及到 由建造業議會津貼就業不足的工人參與培訓課程 我想問這個計劃是否只限在建造業議會註冊的工人參加 一些從事裝修、保養、甚至電工助理未必在議會註冊 他們可否參加這個課程而獲得津貼呢? 先問主要有兩個問題嗎? 多謝主席、多謝潘兆平議員的提問 參加這些課程不一定要是註冊工人的 所以在這方面,建造業議會其實也想吸引更加多的人入行 這方面我相信是可以照顧到剛才潘議員所提出的 譬如裝修其他工人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失業貸款基金 剛才我也解釋了 是就住失業和就業不足的人士 勞工及福利局 最近在抗疫基金裏面所做的做法 就是給低失業在職家庭津貼 以及領著不同的學生資助的家庭 多發放一個特殊的津貼 至於是否可以成立失業貸款基金 這個需要和勞工及福利局商議 我會將你這個意見帶回去研究 此外,特別愛增值計劃 我會督促他們的修改條例 進促來立法會 也希望到時議員支持 這個我會回去跟進的,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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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